水谷传最厉害的刀 都是刀中的极品 比如杨志家传的宝刀 砍铜剁铁 刀口不卷 吹毛得过 杀人刀上没血等等 如此极品之物 都是上午之人的最爱 三把刀 每一把都让自己的主人 因刀有了一些不同的经历 高求 他的刀不轻易给人看 惹本林冲羡慕不已 杨志 落铺了麦刀 失手杀了泼皮牛二 林冲买了一把刀 给了高求陷害他的机会 高求和林冲的刀 书生一直认为是同一把 使高求挖坑给林冲跳 当然 这只是根据故事的进展 做出的一种猜测 不一定就是真的 能杀人的刀 的确是厉害 但我们也常说杀人不如朱新 可以这样理解 消灭一个人的肉体 不如摧毁一个人的心理 从这个角度去看 水浒传里有一把刀 不是真刀 而是摧毁人的心里的刀 书生称其为论刀 他的主人是小旋风柴季 水浒传百规本第二十二回 严国大闹运呈现 诸同一时宋公明中写道 柴晋笑将起来 说道 兄长放心 便杀了朝廷的命官 结了府库的财物 柴晋也敢藏在庄里 这句话是柴晋跟造自己 庄上避难的 及时宇宋江说的 书生认为 这句话可以称得上 水浒传里最狂的一句话 不把法度放在眼里 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也只有他后周皇义 手握单书铁销的 小旋风柴晋 如此厉害的柴晋 却做过年好汉的事情 武松误以为失手打死了人 逃到江湖 躲进柴晋庄上 起初也是受到后代 可不久后 因庄策搬弄是非 柴晋开始怠慢他 从后来柴晋做过的事来看 他不是那种能够轻易被庄客左右的人 所以武松被怠慢 即便是生病之后 也没有再受到后代的原因 并非是庄客的嫌弃 而是柴晋的嫌弃 柴晋名声在外 嫌弃武松 自然不能明镇念 只能暗中进行 而庄客的行为 就是他的受益 庄客的行为 对于武松而言是一种煎弱 就像顿刀割肉一样 割来割去都断不了 那是朱欣一般的痛 寄人篱下的感觉 就是如此 但武松比武选择 出去就会被刑 只能受顿刀割肉的煎弱 武松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此之前 施耐安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洪教头 洪教头 柴晋庄上的教师 也算是柴晋的师父了 庄上的庄客 对他倒是毕恭毕敬 但柴晋已经烦他了 由于他是教师的身份 柴晋不能撵走自己的老师 由于庄客对他的敬佩 柴晋不能让庄客怠慢他 无奈只能忍着 凑巧啊 林冲赐佩苍州 到庄上求救助 柴晋看到了机会 洪教头自命不凡 柴晋厚力管带一个佩军 他自然不服气 就这样 他与林冲开打 如此局面 换作其他人定会阻拦 因为林冲不好意思赢 洪教头胜败都没面子 自己的师父没面子 自己也就没面子 可是柴晋还是让他打比试的 还拿出了银子 谁赢了给谁 并且 见林冲夺闪后 还在一旁用话击他们二人 没几回合 洪教头便输了 输了 无言再在庄上待着 只好离开 柴晋用林冲 连走了厌烦了很久的洪教头 这也是顿刀割肉 如此方式碾洪教头 还不如一刀砍了他呢 以后的洪教头会因此是伤心一辈子 武松和洪教头都是施满安具体提到的 还有其他没有提到的好汉 也都被拆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撵走了 只是其他好汉并不在意罢了 比如石将军石勇 躲了一阵就走了 他的走也不是自己乐意 也是柴晋耍手段把他撵走 对于宋江 柴晋倒是没撵 不是柴晋不撵 而是宋江拾取 他通过武松的遭遇 猜到了自己最后的结局 因此自己先走了 以免受了顿刀割肉的苦 柴晋如此做 虽然有些无耻 但也可以理解 他可以救助 可以短暂收留 但他那里不是长期的避难所 真要成了避难所 皇帝早晚灭了他 柴晋江湖地位高 但留不住好汉的心 原因就是这个 他只能暂时的收留和一时的救助 不能帮任帮到底 日后的宋江就不同了 还有梁山博 闹着大本营 随便收留 谁都可以 能做到帮人帮到底 助 本文部分来自互联网图片 很难核实明确出处 如涉及侵权 请联系书生删除 关注萌书生 看更多文史类文章 您的评论 点赞 转发 是对书生最大的支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您一定会 也有给大家看更多责任 您的评论